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云南巡抚程玉彩 给大公皇帝上了一个奏折 这个奏折的名字叫做 查刊矿场情形 事行开采者 林泽徐和程玉彩在这个奏折当中讲 说对于那些容易滋生事端的这种场况 不妨油官督办 容易出现事情的 这个矿经浪容易闹事的这个地方 不妨油官督办 这次油官督办 说这官为督办 即应选择因实良善者作为头人 说我要选择一些什么呢 那些因实的 有钱的 有实力的一些人 因此作为这个头领 来去开采矿山 由这个官府呢 作为这个督办 那么也就是说 林泽徐和程玉彩在这个时候 明确的提出了官督商办的这种思想 那么他还讲 那么对于一般的矿场 刚才在讲说 对于容易滋生事端的这个矿场 不妨呢 由官来督办 那么对于一般的矿场 采取什么办法呢 则应采取呢 召集商民 听其 彭之伙伴 成则嘉奖 歇意不追 对于一般的矿场 他说什么呢 可以召集商民 由这些人 彭之伙伴 就是大家伙呢 来凑钱 合股来经营 成则嘉奖 你办得好 那么给予奖励 歇意不追 最后倒闭了 那么也不追究他的责任 那么也说 这个时候 林德许等人 提出来什么呢 就是对于一般的矿场 完全可以由商人 自己来承办 就是完全商办 那么对于 同广大的老百姓 日常生活 关系非常密切的 像铁矿 像煤矿的开散 那么新政府 采取了几乎是 完全迟进的一种政策 就是完全商办 完全都可以 由这个商人 来进行开散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前中朝 他就规定 说无论哪一个商人 有钱的富商 只要肯按照 亲政府的章程的规定 是吧 来这个合理的 来进行纳税 那么向亲政府的 这个地方官府 进行申报 亲政府的官府 同意之后 他都可以开采 这些煤矿 或者是铁矿 那么他还讲 说亲政府 也可以采取一种 一种什么办法 叫做 官招商办的形式 官招商办 官招商办的具体办法 什么呢 就是由官府 招以总商 橙重开采 首先招一个总的商人 来出面 来这个承接 矿山的开采 那么然后呢 是厅任这个总商 自招富商协助 这个总商人呢 那么可以再招几个富商 协助他进行开采 还规定 如果这些商人资本不够 资本无多 难于呢 这个独自来经营 那么也可以呢 听起火冲承办 那么他们可以几个人呢 合股 来进行经营 大家凑钱 来经营 那么这个乾隆三十年 在广东发生了一个事情 广东有一个商人 事先没有经过官府同意 那么就开采了 这个广东的一个煤矿 那么后来这个事情 经广东的巡抚 上奏给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采取了一个 非常开通的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说只要这个商人答应 每年向清政府输赢四十两 那么就可以准许他继续开采 那么甚至清政府的一些 官山没咬 也允许商民 是吧 你只要同意向清政府 交纳一定的这种 这个 这个税 那么就可以呢 由你来开采这个官府的 这种煤摇 那么我们讲这个在这个 清代前期 那么清政府啊 对于这个传统的矿山开采 特别是有关国际民生的 像煤矿铁矿的开采 那么他的这个政策 是比较宽松的 那么进入近代以后 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啊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 那么日趋困难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对于开采煤矿铁矿 那么就执行了一个更宽松的一个政策 1844年5月 道光皇帝颁布一个上运 这个上运是这样讲 他说呀 自古足国之道 守在足民 说从古以来 足民之道 使老百姓能够经济上能够获得好处 足民之道 守在足民 说未有民族而国不足者 国家要想富强 首先要让老百姓富强起来 富足起来 那么他又讲 说天地自然之力 原以供万民之用 说天地当中 这些埋藏的 埋藏的矿产 就是为了供老百姓所使用的 因此他就明确提出来 要允许老百姓去开采各种各样的这种煤矿 而且道光皇帝特别提出来 说什么呢 说官为经理 不如任民自为开采 说官府来干预这些事情 不如由老百姓自己来开采 就是道光皇帝 这个时候扁出一种什么思想呢 就是禁止官府 过多的干涉 民间开采这种煤矿 那么到了1844年12月 那么道光皇帝更加明确的 通知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 说以后开办各种矿山 无论你们采与呢 是官办民办商办 还是什么其他的形式 说你以后再开采矿山 你才去官办的形式 还是民办的形式 还是商办的形式 所有这些 包括你们怎么样去管理 怎么样去弹压 所有这些 朕断不为摇制 你们怎么去办 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弹压 怎么去管理 我不去管 我不去摇制 你们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来决定 是采取官办呢 还是采取官桌商办呢 还是官商合办呢 还是完全商办 我不去管 我不去干预 那么这种做法 那么和后来新政府 在洋务运动当中规定 商办的场况 只要向官府来注册 向官府交纳一定的课税 就可以兴办 那么从后来洋务运动当中 这个做法是非常的一致 非常相似 或者说洋务运动当中 后来这些商办的 企业的一些办法 那么和新政府 传统的这个矿场政策的 这个办法 它是有一致性的 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林泽徐 在1849年 那么他说商搜折 他是讲什么问题呢 他说他之所以 对于这个云南的矿场 分别采取了官办的形式 采取了官都商办的形式 或者采取了商办的形式 完全是什么呢 完全是仰蒙着 我是根据了道工皇帝 至于是官办商办民办 不为瑶至 我是根据道工皇帝 这个上誉来办事情 那么讲到 这个林泽徐 他在这个云南地方 兴办的各种场况 采取不同的形式 那么根据道工皇帝 这个誉制来办 那么通过以上所讲 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 洋务派在近代 举办的这种官办的企业 官都商办的企业 官商合办的 或者完全商办的企业 这种具体的经营方式 是吧 他那些具体的政策 具体的办法 那么在洋务运动之前 甚至呢 在清政府的 在清王朝的这个初期 那么就已经出现了 如果从历史的这个连续性方面来看 就是后来洋务派搞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官办 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完全商办 这种企业经营方式 从清政府前期的那种矿场政策 有着直接的历史的一种渊源关系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清政府 在兴办洋运当中 有些人提出来 你们像王朝这讲 说官办不如商办 是吧 郑观英也讲 一归官办 直接横生 就是很多人呢 对于洋务企业当中的一些官办形式 那么提出了批评 那么像这些说法 只不过是清政府 在他的前期 曾经提倡过的某些矿场政策的一个延续 他提出这些东西 实际上没有更多的那种价值 没有什么值得 大惊小怪 就是他们讲 是吧 官办不如商办 是吧 一归官办 直接横生 是吧 像左宗棠讲 一经官办 则力少必多 这些东西 实际上在清政府 前期的矿场政策当中 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因此我讲 如果说我们考虑到 清政府的这种 遥运当中的兴办形式 企业的兴办形式 和传统矿场政策当中的兴办形式 直接的这种联系 就是这些人 所提出来的这些主张 不具备很大的这种政治意义 或者经济意义 那么当然我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完全否定 他们的这些历史作用 而是要强调什么 就是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在清政府的 前期的矿场政策当中 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除此之外 就连清政府在后来 在20世纪初 是吧 颁布的一个奖励 官身兴办矿场的一个 决赏章程 这清政府后来 在20世纪初 搞了一个决赏章程 那么这个决赏章程 也同清政府的传统的 鼓励商民开矿山 办公厂的这种政策 如出于一辙 那么我们搞这个 中国近代史的人呢 特别是搞这个经济史的人 都知道 在1903年之后 清政府呢 颁布了一系列的 奖励商民 奖励人民 是吧 兴办实业的这么一个章程 搞了几个章程 那么这个章程当中 是这样规定 他就规定说 有些人 有资本 出多少钱 来兴办矿业 兴办工厂 那么可以获得 亲政府相应的一个爵位 那么他们 这个 像这个奖励公司章程 或者改定奖励公司章程 或者决赏章程 都是规定 那么从50万元到5000万元 或者20万元到2000万元 他规定的几个级别 你投资多少钱 跟你投资的钱的多少 是吧 可以奖励你给不同的那种 爵位 那么这是20世纪初 清政府颁布的 这么一个决赏章程 那么实际上这个决赏章程 在清政府的前期的 矿场政策当中 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规定 那么在康熙21年 清政府有一个规定 有一个类似的规定 规定什么呢 说凡是这个官员 来招商 来开矿 得税一万两者 准其优生 说你这个官员 召集商人来开办这个厂矿 一年能够向国家交税一万两 那就可以给你一个优生 给你一个奖励 开矿商民 上税3000至5000者 着量给予顶带 说你的商民 开矿山 是吧 你能够向政府交纳3000两到5000两白银 那么就可以给你一个什么警戴 那么康熙朝的这种鼓励政策 和20世纪初清政府的决赏章程 他的鼓励政策 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 不同在哪呢 就是康熙朝的这个奖励 是以你上税的多少为标准 而20世纪初这个决赏章程 是以你的投资额的大小 来作为这个奖赏 这种标准 那么正因为在这个阳运动当中 出现的这些官办 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完全商办 这样的企业经营方式 是吧 那么在前期的新政府的矿城政策当中 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因此阳运运动当中 再出现这些不同的这种经营方式 人们才会感到接受起来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合理 无论是官府还是商人 都认为采取官办 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完全商办 都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探讨 我们可以说呢 就是在阳运动当中 阳务派兴办的这个 近代的军事工业 民用工业 那么他这种经营的方式 以及这些政策 他都是清政府的 传统的 这种矿场政策 或者商务政策的一个延续 他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在以前就有 那么如果说讲到阳务派 是吧 在采取这种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完全商办 这些经营方式的时候 如果说讲到他的新的话 那么只不过是什么呢 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 就是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西方资本国家已经清理到中国来 是吧 他们的政治势力 经济势力 经济势力 军事势力 那么都 侵入到中国来 是吧 在这么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之下 是吧 那么出现了近代化的机器生产 和过去的手工生产不一样 是吧 那么只不过是到了这个时候 这些不同的经营方式 被涂上了更为浓厚的时代特色 是吧 被赋予了更新的时代内容 仅仅是这么一个差别 如果仅仅从 这种兴办企业的这种经营方式方面而言 是吧 遥运当中出现的官办 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这些形式 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么这个问题 实际上当时清政府的 清政府当中的很多官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他也是有深刻的认识的 就是他们也是 非常清晰的看到了 洋运动当中的这些企业经营方式 和清政府的传统的矿场政策 和清政府的传统的矿场的 这种经营方式之间的 内在的联系 那么有一个清政府的 那么在给这个清朝皇帝 进讲的时候 那么讲课的时候 就讲到了一个问题 说什么呢 说清代前期的 清朝的列祖列宗 有关这个开矿山办公厂的 这种盛誉 就是他的一些思想 一些规定 就是什么呢 非既为中外古今之 讲求矿政者 视之准则语 什么呢 就是后来清政府搞洋务运动 是吧 搞矿山开采 是吧 说这些呀 实际上清代的这个列祖列宗 是吧 他们有关开矿山办公厂的 是吧 那些政策 已经为清政府的 搞洋务运动 提供了一个准则 那么像这个郑观英 这是这个早期一个改良思想家 那么郑观英他也讲 他说我本人强调 是吧 要实行关注商办 那关于郑观英啊 提着关注商办的问题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郑观英这讲 他说我之所以强调 兴判企业 要采取关注商办的这种形式 说这些呢 并不是一个新的企业 一个经营方式 不是一个创新 说我所强调的关注商办呢 是从清政府的 以前的这些矿场政策 以及清政府的会点是一致的 他讲什么呢 他说清政府会点当中 有这样一个说法 什么说法呢 叫做开采各种矿山 要有私治之 招商开采 他说我所主张的关注商办 适合清会点当中 这个有私治之 招商开采之言 亦正相符合言 跟清政府的会点是一致的 他在这所讲的有私治之 就是什么呢 就类似于他所讲的这种关都 是吧 由这个官府来督察 来督衰 招商开采 就是由商人来具体的来负责经营 负责开采 那么虽然说 郑观英也讲 说他所强调的关注商办 实际上是清政府 传统的矿场政策 在新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再版 一个重现 那么这是我讲的 有关清政府 洋物运动当中的企业经营形势 和传统矿场政策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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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